今天今天来到了吉林的松华江边上 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吉林市的松华江 然后这一边是一个旅游景区 就是一个吉林市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 大家会来这边叫做长白岛 那我后边就是松华江 松华江有什么这么开 这边就是松华江 然后这就是我们吉林市民 他们经常会在这边散布的一个休闲的娱乐的地方 今天来江边的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松华江 看着这个江水嘛 松华江是吉林市这座城市的一个灵魂 这里市民在放风筝 来到这边叫做长白岛 在江边有人在捞鱼 松华江边上捞鱼 松华江自美的时候是在冬季 可是这期视频拍摄的时候 前阶段下的雪已经开化了 在东北的冬天天气越冷 你看到的一些野鸭子就会越多 我们走着我们走着 这里也有一些就是观光客来可以租脚踏车的地方 松华江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退休的市民 在冬天玩的这一种游戏 你们应该也是第一次看到吧 现在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吉林市的松华江 我身后就是工作的江沈 带你们来认识吉林省吉林市的松华江 我等下会点击很多的视频分享给你们 记得点赞和推荐 我们吉林市有很多的地方又开始风控了 有可能我现在才过几天又没办法出行了 趁着可以出行的日子我就继续走一走 视频看到的就是一些人锻炼身体在抽冰猴 若是这个冰猴在冰面上抽会更有趣 拉近距离给大家来看一下 将切换我去到了我叔叔家 我沈沈家 那现在就在 这是你 这是你结婚当现在好多年了 是不是 不是 给我立汉马功劳 我老写的汉马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我看看啊 嗯 啊 脚这样等 哈哈 对哦 这会缝自己缝 那个要不我们就去花钱去做 挺贵的 嗯 今天有啊就用的 对 是不是 我又做 嗯 你看昨天被炸坏了 我又不会拿掉了 我记得它就搞定了 小的时候给你们做手套 记得不 做做鞋 没有做鞋 没有做手套啊 给你做过鞋 棉裤还手套啊 棉裤手套 嗯 鞋 鞋 对啊 一般不会踩不好 哎呀真的耶 你看一般不是谁都会踩着的 对 就踩过鞋 嗯 没关系了 对 就有节奏了 嗯 哈哈哈 回大陆就是下雪天 下雨天都要去做核酸 真实记录 好 还可以做核酸 这么多人 今天大家做完核酸了 还下着雨 大家都去赶早事 这是吉林市的松江早事 等一下带台湾朋友去看一看啊 这一期 丁丁带你们来逛 在吉林市就是松江早事 去买早餐 下雨天来逛早事啊 这就是我们吉林市市民的生活 早上很早就来逛早事了 酸菜 不要啊 事儿 我当时我就说回家打盖子啊 我还行 是吗 我其实今当时买个一些豆腐 回家弄 就跟人家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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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 开始起来 早高峰的车 拍给台湾网友看一下 水萝卜 大萝卜 大萝卜 吉林是一个宜居美丽的城市 空气清晰宜人 那自然风光在前一期你们也感受到了 每次逛夜市的时候 发现这边的物价也很实惠 东北相对于平均的个人收入啊 没有就是江南那边收入的比较多 所以相对物价也会比较便宜一些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 我们东北人在每天早上会感激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大包小包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如果以后要记得来东北的时候 记得大家都要六点左右 来去把这个整整的一个夜市好好逛逛 今天晶晶下雨天就是为了来买早餐 顺便来拍一几期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也是我回家的一个日常 在我的视频当中 有很多的朋友也看到了 就是我回家的时候 这个季节已经是冬天了 虽然雪已经开换了 还是下着雨 整个逛夜市的人都是穿着大棉袄啊 穿着棉鞋 那每次就是买早餐的时候 我都特别开心 后来我又买了三个大麻花 希望更多的朋友 可以感受到我们东北市井的风情 然后把这几期视频剪辑成最好的样子 分享给喜欢看我视频的你们 谢谢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回家 来感受东北松江早逝的市井文化 刚刚你听到的城管已经在广播喇叭喊 说大家赶快收摊了 因为已经八点了 等等这个早逝收摊之后 这边就是可以通车了 买完早餐了 那边还有很多人在对做核酸 还有那么多人 早餐走到一半的路上 路过好几个小区 这边也是派对做核酸 大家都要做 整个回来大陆的这几个月 我天天都在排队做核酸 回家吃早餐 这个炸油条 好大 因为疫情是吧 疫情不可以在外面吃了 豆腐呢 那边是豆花 就是甜的 不是咸的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老婶的顾客已经来了 在帮一位年长的人在烫头发 这期视频拍摄的时间 是我去看望自己的老淑和老婶 老淑是我爸爸的弟弟 叫做叔叔 老婶是我爸的弟媳 那现在我也要回家了 过马路 然后因为自己后来没有忘记拿伞了 坐上了公交车 这是吉林市市民出行必备的一个工具了 那我这期的视频就拍摄到这了 下期会更精彩 记得来看哦